1995年 苏菲马索开始将演艺事业向海外发展 参加了众多英语影片的拍摄 她的第一部英文片是这部由 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古装史诗剧片 《勇敢的心》 苏菲扮演美丽善良的法国王妃 依莎贝拉 伊莎贝拉渴望真挚的爱情 一开始 勇敢的华莱士就像一个遥远的故事吸引着她 令她憧憬 向往 与其说这是她对英雄华莱士的倾慕 不如说这是一个身居一厢宫廷的女人 对自由爱情的渴望 真的杀出来了 失去爱人的华莱士一厢勇猛 他们就又破坏了她附近的坟墓 并摆伏在她爱人的墓旁 向右补她 她杀出重围 并把她爱人的尸体 迈到一个秘密的地点 这不就是爱吗 我是不会懂的 然而 初次见面 需要作为敌人而进行谈判 莎贝拉被华莱士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勇敢深深打动 这部电影是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作品 一开始 她就认为苏菲玛索是王妃扮演者的最佳人选 并亲自立邀她参加影片 梅尔吉布森的选择是对的 苏菲玛索一生俱来的优雅高贵 令她扮演的伊莎贝拉极具说服力 举手投足都带着王室贵族的气质和母仪天下的风范 我听说你最近被分为爵士 我什么都没得到 上帝决定了人们的身份 难道上帝让你洗劫成事 杀害国王的侄子 我丈夫的堂兄 岳克城是对我国历次入侵的集结地 这位国王的侄子吊死了很多无辜的苏格兰人 包括妇女和孩子 长队上次侵占苏格兰城池时杀得惨多了 他是个冷血杀人狂 他在撒谎 别听他的 他说的不对 我从不撒谎 汉米尔顿 退下 我从不撒谎